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呢去采集它的一个视频内容 好吧 这是我们前面要讲的一个基础的东西 然后的话呢 当前我们在这个网站做爬虫 它的一个基本步骤 做写爬虫的一个基本流程 它第一步的话呢 反而它并不是说直接去写代码 而是说我们首先得去分析一下我们的一个数据来源 好吧 首先在这个网站当中呢 我们要通过键盘上面的一个F12按键 可以进行一个网络资源的一个抓包 在我们当前这个network里面呢 这个工具它就是帮助我们去进行一些数据抓包的 好吧 当我们刷新完这个网页以后的话呢 像大家就可以看到 对吧 里面有很多的一些数据内容 这个步骤一定要记住 就是打开 我再重复一遍 好吧 先进入到这个页面 对吧 然后的话呢 右键点击这个检查 随便哪一个作者都是一样的 右键点击检查 或者说你通过键盘上面的一个F12按键 对吧 可以弹出这个network伤口 然后的话呢 我们再来刷新一下这个网页 那么在当前这个network里面就会出现 我们网页当中的所有的数据内容了 好吧 然后呢 下面如果说我要在这个 里面 就这些数据里面 所以找到我们当前的这个视频的话呢 这个还是有一定的小难度的 对吧 问题就是我们怎么去找 那我们签加的话呢 我们可以去点开一个视频 对吧 点开一个视频以后的话呢 大家就可以把这一段就是标题 你看这个是我们当前视频的一个标题 对吧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标题的 这一段内容呢 进行一个复制 复制完以后的话呢 你就把刚刚这段内容粘贴 对吧 我们刚刚是点击了这个搜索按钮 看到没有 然后呢 它就可以帮我们快速的去找到 当前这个数据内容 它在哪个数据包里面有出现 对吧 然后我们可以点一下它 OK 那么当我点完它以后的话呢 在这个屏幕的这个右下角 就是这个窗口的右下角呢 会弹出一个叫做Response的一个窗口 好吧 然后这个Response的窗口呢 里面就有很多的一些数据 对吧 里面就有很多的数据 包括有这个作者的一个名称 以及有一些对吧 这个标题的一个名称 包括像其他的一些标题 因为在这个Response里面的话呢 我们的一个内容并不是特别好去观看 所以我们去选择点击到这个Preview 点击到Preview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当前这个数据呢 对吧 就可以进行一个格式化的展示了 并且的话呢 它可以你看 对吧 可以折叠 可以伸缩 然后的话呢 在这里面有 大家可以看到有大概是12个吧 对吧 我如果没数错的话 从今开始总共有12个作品 对吧 然后呢 当我们展开以后 大家就可以看到 有我们当前的一个作品的一个名称 对不对 这个是我们当前的这个作品嘛 然后还有这个 你们就接下来的话呢 这些操作我们要去采集的是这个视频嘛 对不对 那我们下面的一个目的呢 就是要去找到当前在这个里面 在这个数据里面 到底哪一个字段是属于我们的一个视频链接 对吧 那我们可以往下面去找 当你们找到这个photo URL的时候呢 我们把这个URL给它复制一下 然后你就会发现呢 其实我们想要的数据 对吧 那它都给我包含在我们当前的这个photo URL里面 对吧 那我们要做的第一个步骤呢 也就做完了 也就是分析我们的数据来源 对不对 那我们所有的一个数据呢 其实都在我们这个对应的这个数据包里面的这个网址里面 就在这个headers里面有一个request URL 这个就是我们请求的一个地址 也是我们数据的一个来源 好吧 然后确定这个数据来源以后的话呢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去写我们的一个代码了 好吧 那么关于代码的一个实现呢 在我们今天主要是四个步骤 第一个呢 是发送请求 好吧 像爬虫 爬虫它的一个基本原理呢 就是模拟我们的一个浏览器 对吧 去向这个服务器去发送请求 那么所以的话呢 在这个里面 对吧 第一个操作就是我们要去模拟这个浏览器 去向这个快手去干嘛呢 索要数据 对吧 就要这些视频的一个数据 那么这是第一个步骤 发送请求 OK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获取数据 对吧 当请求已经发送成功以后的话呢 接下来我们就是需要说 把这里面的一个内容给它获取到了 这是我们的第二个 对吧 然后第三个呢 是解析数据 解析数据的话呢 就是说 在这个里面啊 我只需要我想要的一个内容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 我只需要这个视频链接 对吧 以及这个视频的一个标题 那其他的东西是我不用的 所以我就要把它去除掉 对不对 这是第三个步骤 然后最后一个呢 是保存数据 好吧 那我们就先按照这个流程呢 先把我们最简单的一个视频采集 先给大家讲一遍 那么OK 首先的话呢 在这里面我们先导入一个模块 这个模块呢 叫Request 好吧 Request呢 是帮助我们去发送 请求的一个模块 像Pathom里面其实还有更多的一些模块 对吧 可以帮助我们实现 像除了这个爬送以外的很多 很多很多方向的一些功能 对吧 像这里面的话呢 我们就使用到这个Request 注意 我们如果说要发送请求的话 那当前我们就要去确定 这个 确定三个 第一个呢 是当前请求的一个类型 请求的一个方式 对吧 那请求的方式呢 就是说当前我们的一个请求呢 在这个Headers里面 对吧 有一个字乱呢 叫做Request Method为一个Post 对吧 那我们在发送请求的时候呢 也要跟它一致 那什么意思呢 当前你在这个Headers下面 你看到了这个Request Method 你在后面的话呢 你也同样 对吧 要对照它这个Post去请求 比如说它是Post的 我这里面就用Post的 对吧 然后Post的请求的话呢 在这里面我们确定了请求方式为Post的 对吧 那在确定这个请求方式以后的话 还没完 对吧 像我们正常你去写一个爬虫 对吧 你去写一个爬虫 那相对应的一个伪装也得有 对不对 因为我们刚刚说过 爬虫的话呢 它是模拟浏览器去向服务器方式请求 对不对 那这里面呢 我们的一个操作 如果说没有模拟这个步骤的话 对吧 它可能就不会给我们数据 对不对 99%它不会给我们数据 你看为什么 这是第二个 我们要做一些伪装 那么伪装的话呢 在我们这个Headers里面 虽然我叫做伪装 但它实际上的一个专业名称的话呢 它叫做什么呢 RequestHeaders 对吧 翻译过来呢 就叫做请求头 明白为什么 就叫做请求头 就是我们请求的时候 需要添加的一些信息 这里面的话呢 我们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好吧 我们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让大家去理解一下 当前我们这个请求头 与这个请求之间 到底有什么关系 有什么样的一个关联 好吧 然后这边的话呢 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是我们的一个浏览器 对吧 然后这边呢 是我们的一个服务器 OK 那么他们两个之间呢 在进行一些数据的 这个交互过程当中 就会产生一些 包括一些语言的一些差别 对吧 包括一些语言的差别 比如说浏览器呢 在向这个服务器 去索要数据的时候 对吧 一般的话呢 都是我们浏览器 去帮助我们操作的 对吧 比如说我们访问的是 这个快手的一个服务器 OK 那像我们浏览器 去访问快手的时候呢 其实实际上呢 就是在找这个快手服务器 去干嘛 索要数据 对不对 这里面有很多数据 我们要的 就是这个视频数据 对吧 然后呢 在这里面 我们索要的这个过程 就叫做请求头 不然就叫做请求 对吧 它的一个英文单程 就叫做request OK 这个是一个请求 那么当我们这个快手服务器 它接收到我们这个请求以后 对吧 它呢 就会把这些数据呢 可能就会给到我们 对不对 可能会给到我们 这个叫做响应 对吧 给到我们这个步骤呢 叫做响应 也叫做response 好吧 也叫做response 这个就是他们的一个英文 但是一个翻译 对吧 这个想必应该不是特别的难 那么然后的话呢 我们讲到这个流程以后 我们一定要注意的就是 当前它在请求的时候 对吧 它在请求的时候 你像服务器 它有这么啥吗 对不对 我们爬送 我们刚刚说的 它是模拟我们的一个浏览器 对吧 去干嘛 发送请求 对不对 它是模拟浏览器 发送请求 那如果说当前 我并没有做任何的模拟操作 对吧 然后我在请求的时候 你说这个服务器有这么啥吗 它肯定不会 对吧 它肯定会教验你 对吧 你到底是不是一个正常的浏览器用户 对不对 如果说你不是 那它就不会把这些数据给到你 对不对 就这么简单的一个步骤 那包括像一些 这个东西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request 好吧 headers 懂吗 它就是我们的一个request headers 这个能明白吧 对吧 就是我们在请求的时候 虽然这个浏览器 对吧 我们在正常用一个用户 用浏览器的时候 你虽然你不知道这个requestheaders 对吧 它是个什么东西 但是我们在模拟的时候呢 这个东西就显得格外的重要了 懂吗 那格外的重要了 浏览器它会默认的给我们戴上 但是爬虫它不会 这个明白吗 爬虫它不会 这是对于爬虫这个操作 好吧 那么实际上呢 除了这个requestheader以外 我们还有一个东西呢 叫做responseheaders 没错 还有一个东西叫做responseheaders 对吧 这个想必翻译出来 大家应该也知道了 这个叫做响应头 对吧 一个叫做请求头 一个叫做响应头 那有人问 那老师 这个响应 对吧 这个请求头 跟响应头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实际上它们的一个功能 以及作用都是类似的 我举个例子 像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去进行请求的时候 对吧 除了我们这个requestheaders里面 会有一些身份 信息的一些内容以外 对吧 它可能还会有一些什么东西呢 还会有我们的一些 比如说我们浏览器 我们把这个浏览器跟服务器 拟定为两个人 好吧 两个不同国家的人 比如说这个是中国人 比如说这个是日本人 对吧 那么它们两个之间呢 在交流的时候呢 就会产生一些语言的障碍 对不对 就会产生一些语言的障碍 所以在这里面的话呢 像requestheaders当中呢 会存出一些信息 就是告诉你 对吧 我用的是什么语言 对吧 我用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数据格式 好吧 像requestheaders呢 也是同样的道理 它会告诉我们的一个浏览器 我用的是什么样的一个语言 我用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格式 好吧 这个就是request和这个response 然后的话呢 在当前我们的一个请求的时候呢 对吧 我们就刚刚说到了 有两个东西 对吧 第一个呢 是我们的一个hello 这个伪装 对吧 我就得给它加上 OK 那么伪装的话呢 就是要加了一个是一个请求头 对不对 那么请求头的话呢 这里面我们只加一些比较重要的东西 我们就把这一段内容 注意啊 从这个content type开始 一直往下面复制 好吧 把这一整行都给它拿下来 拿下来以后 进行一个粘贴 OK 这里以后的话呢 有一些东西 有一些字段呢 我们是不需要的 这些不需要的呢 我给它删掉 只留一些我们需要用的 好吧 然后待会儿呢 我们会一一的来去介绍 刚刚我们使用到的一个东西 像在这里面的话呢 我们要对这个数据 进行一个替换 好吧 这个替换的话呢 就是说 当前这个数据呢 它是不符合我们 Python语法的一个规范的 对吧 所以说在这个位置 我们把它替换 在我们当天的一个 字典类型的一个格式 然后的话呢 在这里面 我们就可以看到 有一些固定的一些内容 对吧 我们从最后一个开始 这个user agent的话呢 就是我们当前的一个 浏览器的一个基本信息 好吧 然后像这个referl的话呢 就是防盗链 像orange的话呢 就是我们 请求的一个资源地址 好吧 然后还有很多的一些 像host的 对吧 我们的一个域名 像cookie 就是我们的一个 身份信息 对吧 还有这个content type 它指的就是我们当前 请求 对吧 请求体 这个请求体 待会我会介绍 现在先不用着急 请求体的一个 类型 好吧 数据格式 你可以这样去理解 好吧 这是这几个 当然这加上以后的话呢 这个准备工作就做完了吗 并没有 为什么并没有呢 在我们当前这个请求的时候 你们想一想 对吧 我们除了要去指定 这个数据的一个格式以外 在这里面 我们是不是还得去告诉 这个服务器 对吧 我需要的是你这个服务器的 什么数据 是不是 我需要你这个服务器的 什么数据 这个是不是我得告诉他 对不对 明白我意思吗 在这里面的话呢 就是我们当前的一个 请求体 请求体的话呢 里面就要存储 我们存储当前 对吧 我需要的内容 对吧 我需要在这个服务器里面 或者的内容 好吧 然后呢 其实像这个 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 视频的一个数据 像刚刚你们看到的 这些响应的里面的一个内容 它实际上呢 是包括在我们的一个 响应题里面的 好吧 在我们响应题里面的 也就是说呢 当前我们一个请求的 一个详细的构造 就分为了什么呢 对吧 头 对不对 还有体 对吧 还有一些 其实还有一些 其他的东西 这个我们就不再去讲解了 好吧 然后主要的部分呢 是这两块 对吧 那请求头的话呢 就比如说有这个请求 请求头 对吧 然后呢 或者说是响应头 对吧 分为这两种 然后体的话呢 就是请求体 对吧 还有响应体 大家要记住就是 这几个部分 对吧 它们都应该存储的是 什么内容 好吧 这个总结呢 我就不给你们做了 反正都是差不多 类似的一个东西 好吧 如果说你还是不太理解的话呢 可以多听几遍 然后这是这一块 好吧 那么OK 下面的话呢 我们就来再去讲一下 这个请求体 它从哪里来 对吧 放到哪里去 OK 这里面的话呢 我们先来准备一个 Json在这个 我们的一个 Playload里面 会有这么一段内容 好吧 然后这一段内容的话呢 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 请求体 一个Playload 当然你用的一个浏览器呢 可能是跟我不是一样的 所以呢 你的一个浏览器里面 可能没有这个Playload 在这里面的话呢 我就建议你可以再 点击到这个Heads 往下面去翻 翻到最下面 应该会有 好吧 然后在这里面的话呢 我们就复制这一段 就可以了 那么复制完以后的话呢 你就给它丢进来 然后的话呢 像上面同样的一个操作 你给它变成我们的一个 字典类型的一个数据 就OK了 对吧 然后像前面的一些内容呢 都给它加上这个引号 OK 然后这个数据的话呢 我们就准备好了 那么在准备好以后的话呢 对吧 像这个Json 你就可以 还有我们的一个UIL 还有请求的一个地址 对吧 UIL 也给它准备一下 对吧 网页链接的话呢 它就等于是这个 记得给它加上 然后把这些准备好以后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去请求了 对吧 像UIL 等于这个UIL 然后呢 像这个Json 等于这个Json 然后呢 还有这个Headers 对吧 等于Headers 加上去以后 这个请求呢 我们才算是真正的完成了 好吧 然后完成以后的话呢 我们再用一个Response 去接收一下 OK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响应嘛 好吧 先来看一下 当前这个Response呢 有没有问题 先来看一看 OK 对吧 大家可以看到呢 我们有一个Response 200了 然后呢 它就是代表我们已经请求成功了 OK 那么在这个请求成功以后的话呢 接下来呢 我们就去 获取它的一个数据内容 好吧 也就是说 我们要获取到 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 什么 响应体 对吧 那问题就是这个响应体 我们怎么获取呢 其实很简单 在这个后面的话呢 我们直接来点一个Json 就可以拿到我们当前的一个 响应的一个数据了 还没有 然后这个数据呢 其实上跟我们刚刚在这个网页端 看到的一个内容 对吧 看到的一个Payview 它实际上是一模一样的 好吧 然后呢 我们接下来呢 就只需要说 去解析数据就可以了 好吧 这是我们要做的这个 第二个步骤 获取数据 那么获取数据的话呢 这里面我们用一个变量 Json Data来接收一下 好吧 然后来执行第三个步骤 解析数据 好吧 然后记住我们解析数据的一个目的 我们是为了要去把这些视频的一个链接 给它提出来 好吧 然后这里面的话呢 我们通通都是用的这个字典 就是字典的一个取值 好吧 因为你们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我们通过点Json 获取出来的一个内容 它本身上就是我们Python当中的一个字典 类型的一个数据 好吧 如果说你老师我没听过什么叫做字典的同学呢 就可以去加一下我们这个墨泽老师 可以去领取一些基础的教程 可以先看一看 好吧 到底是什么是一些Python的基础规范 好吧 这个还是得去学习一下的 OK 那么在这里面的话呢 我们字典的取值呢 其实都是通过我们这个中国号 对吧 引号的方式 比如说我们这里面举个例子 像我们现在想要拿的数据呢 在这个里面 对不对 那我们要取的时候呢 就是通过中国号data 可以取到这里面的一个内容 好吧 就这么简单 不信的话呢 你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效果 OK吧 现在我们拿到的一个内容呢 就是我们这个data里面的一个东西 对不对 是吧 然后的话呢 像里面 如果说你要拿到这里面的一个作品内容 对吧 作品的一个UIL 你就通过这种中国号的方式呢 一层一层往里面写就可以了 然后这里面 我还是再强调一遍 这个基础部分的一个内容呢 大家不要把它就是 因为现在有很多人说 老师这个Python的一个基础 对吧 Python的基础呢 也不难 也很简单 那我就不需要怎么学 对吧 那反正也很简单 那这里面的话呢 还是不要被很多一些网上的视频所误导了 虽然现在我也是网上的视频 对吧 但是不要被很多的一些东西给误导了 对吧 你说它就是像这个Python Python这门基础 它本身基础的话呢 它不难 对吧 但它难的地方呢 其实也是有很多的 难的地方也是有很多的 对吧 所以的话呢 像很多的一些基础部分 内容的话呢 像很多东西 你们就不要 不要被一些 不必要的一些言论 所迷惑了自己 对吧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当下我们拿到的一个数据 好吧 当下我们解析出来的一个内容 就是其实像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Python 对吧 其实也没有去讲到很多的一些 比较复杂的一些知识点 对吧 其实都是像一些比较基础的一些内容 对吧 但我们后面的话呢 我们会讲一个进阶的一个版本 这个才只是一个基础 好吧 然后呢 我们再来去看一下当前的一个 我们拿到的一个数据 对吧 看了没有 现在的话呢 我们就把这个 基本的一个内容 给它去实现了 对吧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把所有的一个视频链接呢 我们都给它提出来了 对不对 好的 那么拿完以后的话呢 我们再执行第四个步骤 就是我们的一个保存数据 好吧 第四个保存数据 OK 那么关于这个保存数据这块的话呢 首先我们这里面会来到 讲到 因为这个本身这个PhotoUIL的话呢 它就是我们的一个链接 对吧 那么一般是视频的链接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用request 点一个get 对吧 可以直接点get 只要它是我们视频的链接 然后你就可以直接把这个UIL 给它传进来 好吧 然后传进来以后的话呢 像这里面 你就可以直接点一个content 这个我们现在的一个视频的一个内容 我们就会到了 好吧 视频的一个数据 OK 这个就是通过同样啊 保存数据的话呢 它只要是一个链接 我们就用request 点get去访问就可以了 好吧 然后访问完以后的话呢 这个数据我们拿到了 那么下面的话呢 我们保存 对不对 那我们使用到这个位置open 好吧 使用到位置open 然后的话呢 位置open的话呢 就是保存数据的一个方式 在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保存数据 首先我们先给它写进去 好吧 下面是一个保存数据的操作 然后在这个里面 要写什么东西呢 首先是一个视频的一个名称 对不对 我希望把这个视频呢 给它保存到我们代码 同级的一个video文件夹下面 所以的话呢 这里面我们来一个video 然后呢 写一个斜杠 好吧 斜杠后面的话呢 诶 视频的标题在哪里 在这里 对不对 那你就把这个视频标题呢 给它当做一个变量 进行一个传输 传输进来以后的话呢 前面来个f 好吧 记住啊 后面来一个mp4 好吧 这个不要肉掉啊 然后的话呢 写入的一个方式 为wb2进制写入 OK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去下载 我们当年那个视频了 只不过呢 像现在啊 我们去运行的 它会 可能会啊 大概率会报错误 对吧 看没有 大概率会报错误 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标题这里面的话呢 有一些 就是换行 对不对 你看到当前这个标题呢 里面有两个换行 那么在pathon里 在这个windows操作 windows系统里面啊 它是你取一个文件 名的一个标题 文件名啊 就是这文件名吧 它不能包含 什么呢 它不能包含我们的一个 就是一些 一些特殊字符吧 一些特殊字符 给你们来看一下 就什么特殊字符 比如说我这里面 新建一个文件夹 对吧 你来写一下 写一下这个斜杠 你就知道了 对吧 它不能包含 以下的任何字符 然而像这个 像这个换行啊 换行这个符号的话呢 在这个windows里面 它叫什么呢 换行 就是它在windows里面 叫做斜杠N 所以里面包含了一个斜杠 所以说这个就不符合 我们windows的一个文件 命名的一个规范了 所以的话呢 在这里面 我们保存的时候呢 对吧 除了一些这个文件的一些 操作以外 还有这个文件的一个标题 我们要给它处理一下 好吧 那么怎么处理呢 我们这里面的话呢 就导入一个像 正泽 21这个模块 去帮助我们解析数据 好吧 使用21呢 在后面点一个 不用翻到2 点一个sub 好吧 然后这里面的话呢 写一个中国号 中国号里面的话呢 就去写 写你需要去替换的一些内容 好吧 写你需要替换的一些内容 然后在这里面的话呢 我们写这个斜杠 以及这个斜杠 对吧 就是对应这个 一个一句写就可以了 好吧 然后还有这个心号 问号 引号 坚固号 输杠 还有啊 一定要注意 在pass里面的话呢 在正泽里面 这里面这个转译服务 一定要记得加上 好吧 因为斜杠本身就是一个转译的 好吧 然后的话呢 还有一个就是斜杠n 斜杠n这一块的话呢 本身在我们 这个里面啊 斜杠n在这个里面 他会默认的当做一个字符 所以像他的话呢 最好也去写进去 好吧 写进去以后的话呢 像我要把它替换为什么 对吧 替换为空的 然后呢 最后一个呢 是把这个tattle 进行一个替换 好吧 替换以后的话呢 这个标题我们就 基本上已经搞定了 基本上已经搞定了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当前的一个效果 对吧 就没问题了 是不是 至少不会报这种错误了 然后就再下载了 对吧 但我们当前那个视频呢 就已经下载完毕了 好吧 然后呢 后面的话呢 就是我们要去讲到的一个 翻页的一个采集 对吧 这个到底 那当前这个视频里面呢 总共就只有十一十二个视频 对不对 那当前他这个作者里面 有很多的视频 那怎么办呢 对吧 那同样的话呢 我们要去找到 他翻页的一个规律 好的 然后下面的话呢 我们来讲一下这个 快手视频的一个翻页采集 好吧 然后这个翻页的采集呢 首先的话呢 我们先来到这个网页当中 去抓一下这个 抓一下这个数据 好吧 先去抓一下这个数据 然后 首先 大家打开这个网页以后的话 我这里教大家一个 就是采集 就是这个数据抓包的一种 比较一些小技巧 就是现在的话呢 我们打开这个网页 如果说你是要去抓这个翻页的话 那你就不需要去干嘛呢 你就不需要去刷新 我们的一个页面了 好吧 你就不需要刷新页面了 你可以去 你看啊 在我们这个筛选功能栏里面 有一个东西呢 叫做XHR 好吧 然后它是用来干嘛的呢 它就是一个动态数据的一个 相当于一个筛选 对吧 像你做的话呢 可以选择media imager CSS JS 这种各种文件的一个筛选 好吧 然后我们可以选择这个 然后它出现的 这里面出现的数据呢 就所有的东西都是动态的数据了 好吧 然后呢 我们往下面去加载的时候呢 在这个地方呢 就会出现我们 对应的一个数据包 然后你就可以去点击到 对吧 可以去看到 可以去看到我们下一页 它是一个 下一页的一个作品啊 对吧 它的一个内容是什么 以及的话呢 你还可以看到它的一个 对吧 是通过什么东西去翻页的啊 这个是要去注意的一个地方 好吧 然后的话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就是我们可以去看到的 对吧 我们刚说过啊 这个翻页 它到底是 就是控制哪个参数去进行翻页的 这个其实是我们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 对吧 就是一般翻页的话呢 它这个数据包是不会发生变化的 链接是不会有任何变化的 这是第一个点 然后像数据的一个构造 它也 它也是不会有任何变化的 你看吗 它会变化的点就只有哪里呢 就只有我们这个playlog的里面 好吧 就只有这个 我们说到的一个 对吧 就前面说到的一个叫什么信息来着 我忘记了 好吧 然后 在这里面 大家一定要注意的一个点啊 就是 它其实控制翻页的一个参数是什么呢 其实是这个 对吧 现在可能说 老师这个翻页 按照正常的翻页 它不是12345689吗 对不对 但为什么 这个翻页它好像不太正常 对吧 这算数字好像 加上一些英文我也看不懂 那看不懂就对了 这就是它翻页的一个规律 好吧 那它具体是怎么翻页的呢 我们可以来对照看一下 其实在我们这个preview里面 其实你能够看到有这样的一个参数 对不对 其实你是可以看到有这样的一个参数 只不过呢 这个参数它跟我们当前这个页码的一个数据包 它不是一样的 你可以找到下一个数据包 在下一个数据包要提交的参数里面 你就可以看到 有我们当前的一个要去提交的一个参数 对不对 我来仔细再来说一下 先来说一下 首先的话呢 这个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数据包 对不对 在第一个数据包里面呢 有一个参数是这个 没问题吧 对吧 没问题啊 然后呢 我们在第二个数据包的一个提交 注意 是这个要提交的一个参数当中 我们同样也看到了这个参数 对不对 那也就是说呢 在我们上一页的这个内容里面 它实际上是有一个参数 对吧 它是指定我们下一页在哪个位置的 这个能理解吗 能明白吧 对吧 这就是它的一个 这个的一个含义 它的一个翻页的一个规律 对吧 就所有的下一页都存在上一页当中 这个 这个懂吗 这边我来写一下 就这是第一页 对吧 然后第一页里面呢 存储着有下一 有这一页的数据 这一页的数据 对吧 那除了这一页的数据以外呢 我们也包含了下一页的位置 懂了吧 也包含了我们下一页的位置 然后这个是它的一个规律 好吧 这是它的一个规律 OK 那么既然我们知道这个规律以后的话呢 在我们这边数据解析的位置 我们就可以看一下 对吧 下一页的一个参数到底是哪个 对不对 那在哪里看呢 怎么去做呢 其实还是按照我们刚刚的一种 建制队的取写方式 对吧 你就通过把这一行复制 然后的话呢 把这个参数给它改一下 那么这样的话呢 你就可以获取到我们下一页的一个参数 好吧 你就可以获取到下一页的参数 然后到后面的话呢 我会把这一段内容呢 给它 等等啊 然后你可以来看一下 对不对 是不是可以拿到 那拿到以后的话呢 大家想一下 我接下来如果说 就是我要去下载下一页的参数 我该怎么办 对吧 我是不是得把这个参数给它 传到我们上面的这个阶层当中去 对不对 但问题就是这样太麻烦了 是吧 这样太麻烦了 如果说我还要再做一遍这种重复的步骤 就如果说我下一页参数 我把这一段给它一复制 对吧 然后我再粘贴到这里面来 然后我再运行 这样是不是有点笨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操作我们就得干嘛 摒弃 对吧 我们要换什么 把这个东西呢 给它 有的人可能有基础的东西 可能知道过 可能学过 对吧 像我可能把它封装成为一个函数 对不对 所以这里面的话呢 我们就来一个get 配置 好吧 就来一个get page 然后呢 这里面我们就传这个参数 好吧 然后呢 把我们想要的内容给它缩进一下 给它放到这个参数里面来 然后放进来以后的话呢 像这里面你就可以这样 好吧 把这个参数给它传进来 然后的话呢 像下面 对吧 像下面的一个页码可以正常获取到 那么问题就是呢 下面我们获取到以后怎么办 对吧 像这个视频我们下载出来以后 下载这个操作我先不做了 因为本身下载呢 它就是一个固定的一个模式 对吧 我们主要是看能不能获取到它的一个链接 好吧 然后的话呢 在这个里面呢 你想一下 我们获取到这个参数以后 我要干嘛 你别以为这样就完了 这样确实可以去下载我们第一页的一个内容 对吧 你传一个空的进去 它确实也可以打印到 打印出我们当前的第一页的内容 对不对 但是现在它并没有给我下载下一页的内容 我只是把它封装成函数 它可以重复的去使用 好吧 那问题就是下面 下面我们该怎么样做 才可以获取到下一页的东西呢 对不对 我们这里来讲一下这个实现的一个思维 我们会用到一个叫做地规的一个东西 好吧 会用到一个叫做地规的东西 地规它本身的一个含义呢 就是自己调用自己 好吧 就是我在函数内部 注意啊 我在函数内部 我来干嘛呢 调用自己 对不对 我调用我自己 然后给我自己传一个参数 这个参数呢 就叫做这个页码 对不对 这个参数就叫做这个页码 然后现在运行的话呢 你会发现 自己调用自己 结果出不来了 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 不过心里面可以来看一下 对吧 这样可以去实现我们下一页的一个下载 只不过呢 你会发现 它死在里面了 对不对 它死在里面了 根本就出不来 对不对 那你可以看到 当前我们如果说 你可以看到 当前如果说 遇到这个参数的时候 那证明什么呢 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就是这个是它的一个配置嘛 对不对 当前如果说 我遇到的一个配置 为这个的时候 我这样干嘛 我就想让它退出来 对不对 那所以我们在这个位置呢 就可以做一个什么 判断 对不对 以复这个参数 对吧 我们下一个参数 如果说它等于等于 这一段支付串的话 那么干嘛 我们就退出 对不对 Retain一个空就可以了 好吧 然后呢 我们再来运行一下 这个翻页的一个功能呢 我们就可以去实现了 对吧 看到没有 好吧 这个就是它翻译的一个功能的一个讲解 然后在这一块的话呢 我们涉及到了一个函数的一个定义 以及我们地规的一个实现 好吧 地规的话呢 大家注意两个点 第一个点的话呢 是它要自己调用一下自己 第二个点的话呢 就是我得有一个出口 对不对 我得有一个出口 不然我就自己调用自己 我就进入了一个死循环 是吧 然后这个是要值得注意的一个点 然后这一块的话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好吧 然后下面的话呢 我们就来讲到 一个进阶版本 就是 怎么说呢 下面的话呢 我们会来讲到 这个评论 这个 以及一些点赞的一些实现 好吧 以及像一些搜索功能 我们怎么去做 还有很多的一些东西 OK吧 然后呢 我们就来 仔细操作一下 然后这里面 我会主要的去讲到 我们的一个实现的一个思路 好吧 具体代码呢 怎么样去实现 这个我们不做一个重点的讲解 因为如果要讲的话 时间比较长 会拉的比较长吧 而且前面的知识点的话呢 如果说 大家如果说真的有仔细的去掌握的话 对吧 每一个知识点全部掌握的话 包括像我们前面的一个思路 如果说你都能够听懂 并且能够自己去实现的话 那像后面的这些东西 你看我做 其实你自己也可以做出来 好吧 然后我们就 这个地方我就 开始去录代码了 好吧 OK 然后这个代码的话呢 我来稍微的给它改造一下 改造一下 改成我们的一个 class 改成一个class 好吧 然后这边缩进一下 来一个出时发函数 对吧 然后像这个链接 我们也给它复制一下 然后链接准备好以后 下面的话呢 我们就来定义一些 比如说我把它给它进行一个缩进 好吧 这个是获取我们的一个 等一下 self 给它封装到我们的一个对象里面 好吧 然后这个user id 这个是获取用户的一个信息 我们把这个函数给它改一改 获取用户的一个作品 对吧 获取用户的一个作品 OK 然后就把这个id给它传进来 然后你想一下 像后面的话呢 如果说我要换一个人去爬的话呢 我就可以把这个user id给它改一下 好吧 然后下面的话呢 东西都是一样的 然后 这地方我就不做这个数据的解析了 注意啊 我就不做这个数据的解析了 我就全部的 给它去注释一下 好吧 在这个地方呢 我只返回我们的一个接生 data 可以吧 我只返回这个啊 然后下面的话呢 我就继续讲到 把这个函数的一个注释 给它改一改 这个呢是获取用户的一个作品 好吧 那么其他的一些东西呢 比如说我们要去做一个搜索的一个功能 对吧 那比如说我这里面就说这个 舞蹈 好吧 不不不不 这个 我想一下啊 叫做 可以啊 这个应该 不错啊 这个就很不错 好吧 然后我们现在来讲一下这个搜索功能的一个抓包啊 然后同样其实还是一样的一个道理 你就把这个复制一下 然后呢去点击这个搜索就可以了 对吧 然后你就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搜索作品的一个结果 好吧 然后 其实像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链接还是一模一样的 不会变化 搜索的话呢 它的一个构造其实也是类似的 对吧 你去解析数据其实也是一样的 那只不过呢 它变得呢 是这个 对吧 它变的东西是这个 所以呢 呃 我们这里面可以来一个df啊 呃 定一个search 对吧 search 这个作品吧 啊 作品其实我也不知道它叫什么英文名啊 所以这里面我就取名叫做video算了啊 然后像搜索的话呢 我们这里面一般要来一个呃 关键 关键词 对吧 叫做keyword 来个关键词就可以了啊 我这里搜什么东西 它就会给我们什么内容 然后这里接生的话呢 给它重新定义一个东西啊 好吧 重新定义一下 呃 这是我们要搜的一个关键词 对吧 然后像后面的这些东西 这个关键词我们得改一改啊 改成这个 还有下一页啊 下一页的一个参数 我要下载第几页 对吧 这个也给它来一下 然后后面给它加多少就可以了 嗯 好吧 啊 这个是它的一个数据的准备 然后像下面的东西呢 我们都给它去进行一个 呃 UIL的话呢 这里可以去掉了 我们可以用这个类里面的这个UIL 好吧 然后这些东西啊 就是如果说你本身自己是没有基础的同学呢 呃 你就可以先去 好吧 你就你自己的话呢 就可以先去呃 补一下基础啊 或者说呢 你可以去找到我们呃 前面说到的这个 木质老师 对吧 可以找一下我们的一个木质老师 呃 去领取一些基础的教程 可以先去看一看 对吧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些 什么样的一些 什么样的 有什么样的一些东西吧 你还要去学的啊 ok啊 呃 然后这个是获取 我们的一个作品内容 好吧 获取搜索的一个作品内容啊 好吧 然后这个是我们要搜索 的一个关键词 好 这个是页嘛 然后下面的注册我就来的写了啊 好吧 能自己 如果能看懂的话 可以自己补一下 好吧 嗯 然后这个搜索啊 其实像其他的一个数据的一个抓包的话呢 呃 在这个位置 比如说我要去进行一个 呃 这个这个评论的一个数据啊 我要抓到这个作品评论的数据 那也是一样的道理 你可以去搜一搜 对吧 搜完以后的话呢 你也能看到 他们的链接啊 像快手这个链接 呃 其实大部分它都是一样的 它只不过变得呢 是这个 能听到吗 它变得是这个东西啊 所以如果说你要下载这个 作品的一个评论的话 对吧 也可以来定一个函数 啊 这里面是获取 comment 好吧 然后这里面是 phot oid ok啊 呃 然后像jason 你要改变的大多数都是这个jason啊 就是不管是评论啊 这个还是你要你要自己去发布一个评论啊 它都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好吧 所以这里面的话呢 你就 就是都是一些重复的操作啊 好吧 嗯 然后这个是很明显 这个这个就它的一个页码 对不对 那页码的话呢 同样你也可以去传一个参数进来 好吧 这个是它获取评论的一个东西 啊 然后这个也是这个一样的吧 好吧 我这里面写一个注释啊 获取评论啊 啊 作品评论 好吧 呃 然后这些东西获取完以后的话呢 呃 像后续的一些内容啊 我就不再去进行一个重复的讲解了 好吧 啊 它们的抓包方式呢 都是呃 一样的啊 抓包方式都是一样的 所以呢 我这里面呢 就把我课前写好的一个东西呢 呃 就给你们粘贴过来了啊 好吧 就给你们粘贴过来了啊 后续的东西都是一样的 就如果说像后面 你想要去实现一个评论 对吧 这个是一个自动评论啊 自动评论啊 包括像点赞 对吧 你要实现一个自动点赞的操作 以及搜索作品的一个操作 对吧 获取评论的一个操作 还有这个用户详情 详情的一个内容 对吧 用户作品将获取啊 这些都是可以去实现的 然后我就重点的来去讲一下呃 关于这个点赞的一个操作 好吧 关于点赞的一个操作 就是最重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它的一个数据 怎么去抓包 像其他的一些代码 其实都是一样的 没什么变化 好吧 那关于这个点赞的一个操作 怎么去抓包 以及这个自动评论 这个怎么抓包呢 我们来讲一下啊 嗯 首先先来讲一下这个评论 好吧 首先先来讲一下这个评论啊 呃 比如说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 对吧 在这个地方呢 我想要去发布一个新评论啊 比如说我想要去发 对吧 我想要之后啊 我想要去通过这个代码 去发布评论 那首先的话呢 你得先去测试一下 在这个网页端 对吧 比如说我去爱的一个叫做自由啊 对吧 叫自由 就像他们说的话吧 知道你喜欢这种啊 我就去爱的他 然后呢 去发布这个评论 对吧 发布这个评论 那发布评论以后的话呢 注意啊 我就复制这一段 然后发布 OK 评论发布成功以后 你再去干嘛呢 你就抓这个包就可以了 哎 没有 为什么 你就抓这个包就可以了 或者说你就把这一段内容 给他一复制 对吧 你就抓我们抓的这个数据包 然后呢 你就可以抓到我们当前的一个 对吧 我发布评论的这个数据包了 然后像这个内容 阶层的这个数据 你就可以抓到了 好吧 然后去模仿就可以 OK 问题不大 然后呢 后面一个东西呢 就是一个点赞的一个操作 那关于点赞的话呢 可能有些人可以说 老师这个 我评论也可以搜这个关键词 我搜作品也可以 对吧 但是我点赞拿来的关键词去搜呢 搜不到了 对不对 搜不到没关系 大家看到 我先把这里面的内容呢 你看 把这个关掉 关掉以后我清工 对吧 关掉以后注意啊 清工一下 那么清工以后干嘛呢 你看啊 点一下 看没 点一下 你就发现这个数据包就来了 好吧 然后这里面的话呢 就可以去 对吧 把它复制下来就可以去做了 好吧 这是关于点赞的一个操作 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操作呢 就是同样都是类似的 好吧 这里面我们就不做重点的一个讲解了 包括像关注 也是跟这个点赞是一样的 比如说你要去点这个关注 对吧 也可以抓到这个数据包 注意啊 是要清空 不然你是 你可能会找不到北啊 好吧 然后这个内容的话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就结束了 好吧 拜拜